雷霸怎麼早安啊 你喜歡捆綁Pray嗎 我是紫 你喜歡把你的敵人捆綁住然後再幹掉他們了嗎 天啊 也是一樣糟糕 該差啊 好啦 言歸正傳 因為這次的PA是Cora Prime 所以一樣也是慣常的來跟各位介紹這次的PA戰甲 黃金蜘蛛喵喵Cora啦 那一樣也是會分為三級 但是因為他的技能實在是太多細節和值得獎的地方了 單單是被動還有1技啊就要花超多的篇幅的 所以小北斜高血都哭啊 所以為了保護小北的肝臟 第一集會分為上下兩集 就是總共有四集 第一集的上半集就會先讓我們來看看他的基礎資訊 那首先先從外觀說起 他的普版外觀就和了蜘蛛的元素進去 像是他的裙擺有點像是蜘蛛的腹部 技能也是和蜘蛛有關 像是世界之王 來到Prime版的外觀 少了很多蜘蛛元素 反而是多了更加多的 阿拉伯文化的元素進去 最具辨識性的就是那個 飄逸的斷帶 每次看到這個外觀都會讓我想起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那目前的話遊戲中他有一個替換頭盔 三個天路犬外觀 一個華麗外觀 以及Prime版 也有他專屬的替換頭盔 接著我們來看看他 蠻等時的基礎數值 首先是普版 普版的生命值有375 護盾有300 護甲有275 能量是188 來到Prime版 生命值不變一樣是375 護盾提升到了375 護甲提升到了325 能量提升到了225 接下來是他的獲取方式 首先是普版 普版可以在普通的聖殿突襲中 隨機掉落取的 機率在畫面當中 簡單來說打大概30次的 八成普通聖殿就可以獲得了 所以如果 百金允許的話建議直接購買 不要浪費時間去改 或者說是直接弄Prime版 然後普版的話就是平時打一打 普通聖殿 隨緣掉一掉就好 至於Prime版的話 可以透過打開虛空移武 或者說是購買Prime access來獲得 藍圖可以在古紀的K9中 的金賞中取得 頭部成績光源可以在後紀的K8中的金賞中取得 機體可以在中紀的N21的零賞中取得 系統可以在前紀的P8的銅賞中取得 那以上就是他的一些 基礎資訊啦 天啊那個 技能方面真的超級超級多細節了 所以 抱歉各位那個要再等一下 應該明天就可以做好給各位了 真的非常抱歉啦 若不是逼不得已 我也不想要把他塞成 上下兩集來拖大家時間 那我們就 明天再見啦 如果喜歡影片就幫我個喜歡 如果想看到更多內容的話 記得幫我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想要關注小北的Instagram 或者說是Twitter的話 可以在下方的資訊欄中找到連結 想要加入小北的Discord也可以在資訊欄中找到邀請連結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